大家好 那么美国呢 最近发生这种黑人抗议的事情 黑人上街抗议影响了非常大 那这个事情的真相现在也出来了 因为这个法官也公布了当时现场具体情况的说明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也起因呢是黑人叫雅各布布莱克 与这个两名女子劝架的时候呢 可能参与到其中了 当地人报警 警察来了以后 现在拉着他们一起去警局 一起做笔录 但这个黑人布莱克呢 可能是反感 他觉得自己还有事情需要走 没有听警察的 那么就回到车上 现在说车上有可能是有刀具 但是他转身回到车上 那个视频我给大家放了 在回车上的一瞬间 警察没拉住他 连开七枪 现在是下肢瘫痪 没死下肢瘫痪 这个事情啊 激起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又一次啊 反这个叫反警察吧 咱们只能说是反警察 叫过度执法暴力 这么一个风 一个风潮 大量的抗议啊 甚至在这个 威斯康宁州这个叫基诺沙县啊 也出现了侍卫 焚烧车辆 焚烧停车场 然后有些进行抢劫 那么前几天啊 有一个十十七岁的少年 叫凯尔里滕豪斯 李滕豪斯 那他呢 在这个现场啊 持步枪啊 另外是杀了两个人 现在有一说是他是自卫 有一说是他是故意杀人 那么杀完人以后呢 别人追打他啊 现在是两段视频 只出现第二段 就是他奔跑 向这个人群奔跑 然后高喊 我杀人了啊 这段视频 他奔跑以后呢 被人绊倒 绊倒以后呢 有些人要抢夺 他的步枪 然后他开枪啊 这个视频有 但是之前啊 在停车场 还有一段啊 还有一段这个 嗯 就是他们之间 他和那死者 两个白人之间的 这个打斗吧 现在只能说是打斗 没有被录起来 因为在停车场内 但是法官公布了 这个细节啊 我现在看到了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28号啊 8月26号吧 威斯康庆州啊 基诺沙县的示威现场 几名白人之间 发生了冲突 首先这个 克里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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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凯尔里腾豪斯 他是白人 死者也是白人 他们都是去现场 保护白人的 你记住这个前提啊 他们都是去现场 保护白人的 都是什么 都是极端的 极端主义者 包括那两个死者 那两个死者 也是极端主义者 甚至是辛拉粹 我告诉你啊 前有些发现 他们的这个 社交媒体上 很多都是 就是歧视黑人的用语都有啊 是白人之间 发生的冲突啊 跟黑人没关系 这枪击案 是跟黑人没关系啊 咱们看看 是非经过啊 36岁的死者 叫约瑟夫啊 罗森鲍姆 罗森鲍姆啊 他生前啊 被拍到用黑鬼灭称啊 污骂 辱骂对方 就骂对方是黑鬼啊 这是罗森鲍姆 有视频为证啊 那另一个凶手 凶手是17岁的 叫少年 凯尔里腾豪斯 他被指控啊 枪杀了这个罗森鲍姆 和26岁的叫 安东尼 胡博 枪杀两人啊 这个枪杀现场 是在哪呢 是在这个停车场 当时那些 现在公布出来 那个奔跑那段视频啊 没有显示他枪杀 枪杀两个白人的现场 他打伤了独大寺的 叫盖奇 格罗斯克鲁兹 这四个人呢 都在黑人抗议运动中的 相遇的白人 他们都是白人 而且都是要跟黑人对抗的 就是白人之间发生了冲突 那事件起因是 罗森鲍姆被拍到啊 和克里腾豪斯所属的小团体 发生了口角 就两个白人团体之间 也发生了口角 里腾豪斯携带着滑板 就是刚才讲的 拿着步枪这个里腾豪斯 他携带着滑板呢 磕到了这个 罗森鲍姆的左肩 于是啊 罗森鲍姆对对方啊 一伙人大喊来杀我啊 然后就N开头了 N开头了 对黑人的面称 N开头 你应该知道啊 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你看啊 他是有对黑人歧视性的啊 他一直是对黑人有歧视性 所以这两方都是白人 都是去啊 想要镇压或者保护白人 但是在那个地方呢 一个一个滑板啊 磕了左肩 然后互相之间发生了口角 那检察官说啊 之后这个罗森鲍姆啊 跟踪克里腾豪斯啊 就记仇了 要跟上 可能当时双方言语有过激的啊 激怒了这个罗森鲍姆 要跟踪克里腾豪斯 进入一个停车场 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那个第一案发现场 是在这个停车场啊 进入了停车场以后啊 那这个罗森鲍姆向这个克里腾豪斯 首先扔了一个塑料袋 试图夺走啊 克里腾豪斯手里的这个AR-15 自动步枪 然后呢 就自卫嘛 克里腾豪斯自卫 开枪 枪杀了这个罗森鲍姆 那法医现在鉴定啊 罗森鲍姆中枪的部位是腹骨钩 腹骨钩是哪 腰 腰 腰这块 背部 背也中了一枪 还有是 左手也中了枪 你可以看啊 那这个弹着点可以看啊 是从下往上扫射 三枪 然后是彭骨骨折 打到腰这块腹骨骨折 彭骨骨折 然后打到背上呢 是右肺和这肝脏窗孔 三枪 那我觉得这个 从这个弹着点 你可以看啊 这个克里腾豪森呢 基本上是没受过训练 受过训练的 开枪非常干净利索 打中要害就停了 不会再继续向上射击 你可以看啊 这个弹着点非常混乱 你从一个专业的 或者是一个是吧 有过射击经验的 你可以看 这个人实际是没有射击经验 可能头一次开枪 我甚至觉得他对人开枪是头一次 所以呢 他根本他也不知道打哪个要害 就可以看到啊 或者是因为他当时啊 比较混乱 是一通乱射 你可以看到 就是弹着点非常开啊 他不集中 如果是有目标 如果是有目标瞄准的话 就砰砰砰三枪 弹着点非常密集 打到腹部锅 然后其他弹着点也留在啊 大概这个位置 腹部啊 不会是散落到这个后背和手手臂 不会散落这么大范围 近距离射击还散落这么大范围 说明什么 说明第一 他非常混乱的状态 打的 如果他是不是混乱的状态 也是不经常开枪的 所以可以看啊 应该当时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啊 他为了保护自己 开枪 而且是乱开 结果扫射到了三枪啊 一个打到腹部锅 就腰部这块 然后呢 枪口一扫 扫到上面呢 扫到背部啊 就是肺和肝脏窗孔啊 另一个打手臂 那克里腾豪斯的这个律师表示 这个17岁的少年完全是出于自卫啊 根据现场录像 那我觉得从弹着点上看啊 他应该也不是啊 有瞄准的迹象 也是什么扫射 就是胡乱开枪 那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啊 他打到这个罗森豹姆以后 又跑上街 高喊自己杀人了 随后他被绊倒 这段录像 大家应该在网上看到了 有人把他绊倒了 他说他杀人了 然后高喊 找警察投案 那检察官补充到 两名死者叫乔治弗洛 两名死者自乔治弗洛伊德死后 一直在参与本地的示威运动 第二名死者叫胡博的女友称 胡博是为了保护现场其他抗议者而牺牲的英雄 被打伤的这个格罗斯克鲁兹啊 是右臂受伤 他在基诺沙自愿做医务人员 但是这个克鲁兹啊 从他的受伤画面看啊 就封面那张图 你可以看啊 他手里是持枪的 持了一把这个应该是格罗克手枪 我去看一下格罗克 那他手里是持枪 持枪状态啊 那这么多持枪的人奔向这个17岁小孩 我觉得啊 这个17岁小孩应该吓坏了啊 那不知道会不会就被人开枪打死 所以呢 开枪还击啊 也就是驱散 克里腾豪斯啊 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啊 这小孩17岁 他面临呢 包括一项啊 一级故意杀人罪等五项罪名指控 和未成年人持有危险武器的轻罪指控 他在8月28号曾通过视频和法官对话 9月25号将出庭啊 参加聆讯 那这个事件啊 现在也引起这个 现在很多人讨论 包括美国国内啊 很多媒体都做 只要这个美国的自媒体现在都在讨论这个事 那我呢 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呢 我看了一些克里腾豪森呢 他一些这个资料啊 他在出事之前一直是参加这个社区活动 就是说清洗一些街道上这个标语 然后他积极的是支持警察啊 他站在警察这边 从他的这个我觉得从他之前的这个行为来看啊 他应该是受过教育 而且和这些胡乱的参加啊 这个黑人游行啊 管黑人叫什么啊 黑人的灭称N开头了 那个就是跟这个罗森豹姆还不一样啊 你看白人之间啊 还有两种 一种是完全的这个极右翼啊 极右翼就是灭称黑人 另一种呢 是可能是维护警察 所以但是这两两种白人呢 他凑到一起以后啊 这种有极端思想的和这种中间派的吧 我只能讲中间派啊 要维护社会秩序的 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人碰到一起 发生口角 然后就发生这个悲剧啊 我觉得这个事呢 和黑人这个游行是没关系啊 就是反映出美国社会的一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看一看 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中间阶层 就对黑人没有抱有很大歧视的 但是呢 也被裹挟在了这次运动中 他没有办法脱离这次运动 因为这次运动是全国性的 美国全国性的 谁都不可能逃出这个运动 所以啊 你只能参加 那怎么参加呢 美国这个持枪文化 拿着枪到现场 那必然会发生口角 发生什么 更暴力的行为 就是用暴力啊 维护这个 维护这个秩序啊 我觉得这个需要特殊人员 有警察维护 而不应该有老百姓 美国的文化是由民兵 那你从这个事上可以看啊 这小孩17岁啊 他已经持枪啊 肯定是合法购买的嘛 持枪 而且是带到了现场 现场很多人 包括打伤 打伤的这个 格罗斯 克鲁兹 他也持一把手枪到现场 就是美国这个持枪文化 已经让美国的这个 怎么说呢 各种抗议也好啊 各种有各种目的的人呢 都可以利用 这个事呢 会越来越严重啊 不但不能给大家平静 给大家秩序 反而更加危险 这就是恶性循环 我从这点上看啊 我觉得这个持枪文化 最后给美国的 就是恶性循环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拿枪为了维护和平 我们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支持警察 拿枪出来了 结果呢 与自己啊 自己一方的 这个白人的支持者 也是反抗黑人的啊 也是对黑人不满的 出来以后啊 干什么 出来以后 两方打起来 发生肢体冲突 然后呢 发生枪战 呃 那我觉得这个之前啊 这个克里腾豪斯啊 他有没有错呢 我觉得他首先把这个 突击步枪拿到现场 本身就是错误 因为大家知道 突击步枪 你拿到现场以后啊 会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呢 给大家一种感觉 就事态升级的感觉 并不是压制这个事态的感觉 而是要把事态升级 对方没有枪吗 对方也家里可能也放突击步枪 只是这次人家 可能出来想简单抗议抗议 但是你升级了 就是啊 这个美国人的逻辑啊 就是我跟美国人接触也是啊 他是有点像那个朝鲜啊 有时候说朝鲜是什么 超强硬对强硬 是吧 美国人更是这个态度 他并不是想把这个事态啊 降级 而是什么 我比你强硬 你拿手枪 我拿突击步枪 下回我拿什么 我拿火箭筒 RPG 开坦克 原子弹 你看不断升级 这个不能让事件啊 事情往下降级啊 那也就是你从这儿啊 你可以看出了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强权 美国从文化 你在同他所有的 他崇拜强权 所以这个 我从这儿啊 我就告诉你啊 我对美国从来不相信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 真正自由的国家是不崇拜强权的 美国这个文化骨子里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啊 有海洋文明或海盗精神 崇拜强者 强者就一切通吃 他不崇拜弱者 他以为你软弱啊 就是什么 就是失败者 loser 这是我非常不同意的 我现在啊 就是谈谈我对美国的看法 就美国这个文化啊 你到美国也看啊 健身 大家把这个练的就像那个什么是 练那个大块啊 练的好像非常强壮 但是有什么效果吗 有什么效果吗 健康和强壮 它不是一回事 强壮不代表健康 这就是咱们中国中庸文化啊 不同意它地方 中国是自然 你只要跟自然相协调 你自然的 融入了自然中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健康 你不需要弄这些什么特别强的 你像 现场还拿出这个突击步枪 这显示自己强硬吗 还17岁的孩子 一定是有人教他的 谁教他的 他崇拜谁 崇拜警察 崇拜暴力机构 崇拜那什么 执法机构 家里边 美国的像这个孩子 家里人也灌输他 像警察 强 对不对 我就是正义 我们就是正义 这孩子17岁啊 他知道枪比其他好使啊 我拿着枪 别人就不会对我产生威胁 我就能威胁别人 是这样吗 孩子 17岁了 美国孩子智商 就这样 根本不懂得道家思想 也不懂得中国跟美国相处 到底怎么相处 美国跟中国怎么相处 中国不断的啊 给美国释放信号 我们和平相处 美国呢 反而变本加厉 你看看美国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上 咱们可以看啊 美国人以后对中国的态度也是这样 我并不觉得美国人是什么文明啊 哪里有文明啊 文明懂得分寸呢 你从这17岁孩子开枪打死人 再看到什么这个罗森豹姆啊 胡博啊 在停车场被打死 你可以看啊 这是这是什么先进文明的国家 这哪有文明啊 多么野蛮呢 真的 我现在啊 真的有些人说 你移民吗 到美国 我干嘛呀 就这么愚昧一个地方 这么落后 都没开话一样的 孩子从小就学着啊 你看看那警察厉害吧 警察是我们正义化身 支持警察 那孩子就信了 去支持警察 警察拿着枪去执法 一看都老实了 我也要拿着枪 我也要合法执枪 拿着枪 结果杀人了 就美国陷入这种情况 那你想想美国有一天啊 美国不会是永远第一的 美国有一天 一定会成为什么 世界第二 世界第三 甚至往后退缩的 那个时候 其他国家会影响到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 就这种混乱现象 美国能解除 能解除自己的危险吗 美国有高端人才啊 美国那些战略学者 真的 什么部落金斯基啊 什么这个 这个 犹太人里边的一群 非常聪明的 知道战略 就像我现在跟你讲的 是得懂文明 用文明 来说吧 用底层逻辑 用战略战胜对手 而不像这么简单的 你看这个美国老百姓 你看都心里都在想什么 拿着枪 然后我合法吃枪 吃枪以后互相乱射 还为了什么 一起对抗黑人 黑人看你们都想笑啊 这几个白人 互相杀起来了 多可笑 我就是这事啊 第一把这个事经过 也给你讲了 反正是9月份就开庭了 这个事在美国很火 另外我也讲讲 我自己的感想 我觉得啊 这个美国真的 没有文明 你从这个事可以看 昂格鲁撒克逊 什么文明 你可以看看 他们是什么文明 这不海盗吗 崇拜强权 赢者通吃 我的妈呀 一代一代教育 那中国人的后代 到了美国 以为啊 我就成美国人了 你成为美国人 你高兴吗 你骄傲吗 你的后代 你的后代 由文明人变成 变成海盗了 现在美国就是靠着海盗吗 你看和克里斯腾森 像不像 17岁海 拿着AR AR-15 那个自动步枪 其实没啥能力 我告诉你 那个步枪 没什么好的 那个步枪的精度也不高 我告诉你 它是民用版本 民用版本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军用和民用的区别 就是打到一定数量以后啊 那枪就废了 它只能啊 我说白了 那个枪只能是 简单用一用 军用是不会用这种AR-15的 那是民用版 但是孩子把这个枪拿出来 就像美军现在啊 拿着这个航空母舰 拿着各种武器 在全世界 耀武扬威一个样子 下面这17岁的孩子 结果自己啊 在世界各地 闯下各种大祸 最后怎么样 钱也搭进去了 几万个亿 得到啥了 什么都没得到 欠一屁股债 结果还要被人起诉 我觉得这个美国啊 真的啊 现在你看这孩子平时吧 还到处 擦擦墙 我看拿个刷子 在这个墙上还擦 是吧 把那个标语擦掉 就是它有一种朴素的价值 就我说美国人也 老百姓也是 真正 就比较朴素 他朴素的认知 就是我应该是善良的 正义的 我用枪来保护自己 有邪恶做斗争 这个不对啊 就是我呢 我也不能讲什么大道理啊 我啊 我不知道美国人能不能听懂 但是你们在美国这华人 你们能听哪个道理 你不要 把什么事情变成对立 就你把对方认为是邪恶 你是正义的 你这样认为啊 我觉得像像孩子一样 就像看动画片 那是坏人 我们是好人 好人就要打坏人 你是成年人了 你拿着成年人的武器 AR-15突击步枪 你结果思想上是什么 是小孩子的这种 非黑即白这种意识 不高级啊 我只能说不高级 你看我频道 经常看我频道知道 我有一种观点 这世界必须有黑也有白啊 绝不能黑白 是不是 被啊 全部被统一了 要么黑要么白了 那这个世界就完蛋了 一定是有黑有白的 所以这个孩子 如果明白我今天说的啊 这世界是黑白 都交杂在一起 才能运转的这个世界 他就不会对 把对方想象是什么邪恶的 我一定要消灭对方 也就不会拿起那个枪了 是不是个道理 我不知道这个海外华人 能不能听懂我说的 我觉得这才是最高级文明 人类活到现在几千年 应该有智慧了 你说我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我比这个克里腾森 美国这帮人 拿着突击步枪的 我比他们要高级 你说我没玩过枪吗 打靶呢 什么枪没玩过 军用的我都打过 我告诉你 军用版本枪和民用真是不一样 我告诉你 现在互联网那帮天天给你亮枪 都是民用版本的 军用版本根本你碰不到的 军用版本你碰不到 那钢的质量都不一样 我就这么跟你说 钢的质量都不一样 所以你说我没见过吗 我见过 但是我有更高层的文明 我是被文明熏陶过的 我有更大的智慧 我不会轻易拿起来这种枪 去瞄着别人 我知道别人有他的抗议 有他自己的规律 我也不反对对方 我也不是说 要置对方于死地 这才是高级文明形态 上来就把对方要消灭掉 我要灭共 我要反共 多low啊 你们是美国人 America啊 我以为你们拿了世界这么多钱 是不是 最最发达的国家 怎么老百姓活得一点文明都没有呢 一点都没有文明 你说中国呀 几千年的文明给你留下了很多宝贵的 这些宝贵的知识 你应该学呀 我觉得我这个小频道能传播一点文明 现在挺好 我这个频道真是互联网上唯一 中文媒体能给你传播文明的 比那些天天动不动 灭这个 反那个 多low啊 多low啊 我这个频道真的 我 我觉得我是 我觉得我这个思维啊 应该比他们高级一些 不传播那种负能量 让你心态平稳 我就像个心理医生 你可以把我就当成心理医生 你告诉你很多道理 这些道理够你用一辈子的 这个美国这些人呢 我现在越来越看像野兽了 真像野兽 互相之间 你看看 这厮杀 这痘子 你看看 晚上 听传媒体能打的 有什么用啊 打那个东西 两个白人还发生口角 互相之间骂对方 是N开头的 灭称黑人的 这个灭称 互相之间还出了人命 哎呀 高级吗 这个美国 高级吗 美国有高级的 有高级的都在政府的高级 智库里呆着呢 中国也有高级的 但是 你看像我这么一个小普通老百姓 我都能看懂啊 你说中国更高级的呢 那看得不更远吗 所以你说中国文 中国这个咱们的文化 咱们这个大陆文明 与这个海洋文明 这个比较出来以后 你想想谁会最后走到最后 我觉得还是啊 这个人类文明早晚要回归 亚欧大陆的 这边是什么 空白木槽 这个 song 那边是个啊 就是一些 东西 有点